中国当代艺术家 当代艺术家开始发掘自身的文明和传统的资源 这一点跟过去三十年的艺术是很不一样的 其实选择的艺术家是老中青都有 但是就是想让观众看到不同年龄的人 他们都开始在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变 其实这一次有好些艺术家上次都来过 参加过展览 最主要的不同还是他们的主题方法 思想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上一次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更强烈一些 而这一次文明的思考文化的问题要更多一些 艺术教育还是跟过去不一样 最主要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更加自由和要宽广一些 就是过去他对艺术的样式他很局限 练习画雕塑怎么样 然后现在的就是艺术教育打破了这个 就是老师和学生 最近三五年吧 最近三五年 老师和学生 老师可以去教任何课 让学生能够掌握不同的艺术的技术方法观念 必须有什么样的支持 变化是比较大一些 但可能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 当然也应该知道对文化艺术更多的开放 有利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 第二个就是 有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很高 也许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对他们有很强烈的印象 想总是很有价值才会是这样 所以他们很关注 他提供了一种文明的 一种观看世界的方法 这是一个意义 第二个 他对日本的绘画有影响 而日本的绘画对欧洲 现代主义有影响 张培丽其实九五年参加了 Santa Monica的展览 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做video的一个艺术家 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 在国际上也非常有名 他应该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史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 这一次他带来 我带来的是一个 他的一个影像作品 这个影像作品 他是通过对一个窗口 窗户 观看窗外的变化 这个窗外的变化 从一个非常安静 漂亮 自然的一个环境 最后随着风与雨的变化 有大量的一些垃圾 还有这些空气中的变化 这是为什么 要说明的是什么 我想他要说明的 我想艺术家要说明的是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 和自然 其实是很恶劣的 很糟糕的 这个直接可以说是自然 是环境 但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我们的社会生活